那種感覺了 血糖太低了 所以很多糖尿病病的人 就算吃著藥 也好也好 那有時為何會突然痰過低呢 就是這個原因 明明說糖尿病要痰高 或是突然痰低會痰不痰 就是藥就吃了 可能那天吃少了東西 或者沒吃到東西 那你首先明白藥的作用是怎樣 原來我沒吃早餐 其實就不應該吃那些藥 因為那些藥是幫你消化吸收那些糖 那如果我吃了那一餐 我才吃那些藥是幫我消化 那我沒吃早餐 照吃藥的話 那就變得會過低 或者那天你吃東西少了 平時那天胃口不好 不知為何胃不舒服 就吃少了東西 但你的藥的份量是照吃那麽多 那你變得多了 那些藥就變得頭低了 那就會暈了 那這些就是一個很常見 很常見的糖尿病病病發症 六氣控制得好 控制得不好的病發症 那我剛才說了很多資料 在想有沒有什麼問題 好 OK 都明白了 大家應該都聽過了 這些東西不是的 應該都明白了 那講了糖尿病 那講了牙齒 那牙齒 那你會覺得 那牙齒健康最上肩 那牙齒的疾病是什麽的疾病 那牙齒病 那牙齒病是什麽的疾病 那牙齒病 其實牙齒病是傳染病 是一個細菌感染的病 那就是說 那些細菌 在你嘴裡 那些細菌 然後你的嘴巴 那牙齒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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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牙齒病 那個牙齒病 你看到裡面的神經線 這是髮浪質、象牙質 還有血管和神經線 包住牙腳 牙腳就是給牙肉 牙骨包住牙腳 有牙骨包住牙腳 然後牙骨外面有牙肉包住牙腳 平時就看不到牙骨 牙周病的時候 其實牙周病是細菌 那細菌是哪裏 其實每個人都有細菌 每個人口裏都有細菌 怎樣才會變成牙周病呢 就看有多乾淨 細菌的數目有多 我們本身一般有抵抗力 不會有少少細菌就會病 其實雙方感冒 如果我打到黑痴 你自己抵抗力 馬上就病了 但如果控著你很久 不停向你打黑痴 那細菌多 進了你的身體裡 你自己都相同感冒 自己都打黑痴 那牙周病是一樣的 有少少細菌 我們自己抵抗力 就頂得上來 又不會有事 但是如果你沒有擦打 或者擦得不乾淨 用牙線用得不夠好 又沒有定期洗 那怎樣 那就是很髒一點 很髒一點 你的口裏面的細菌 數量會怎樣 多一點 那多到某一個程度 你的抵抗力 不夠去打的時候 那些細菌打的時候 那就會有造成牙周病 那為什麼要定期洗 就是預防牙周病 那你幫你洗乾淨一點 那你細菌的數量低了 那你有牙周病的機會 就會低了 OK 那首先呢 要有形成牙周病 當然要有 很髒 有些細菌在裡面 但是細菌就是 那個人都有的 不能避免的 那些細菌 要生存 都要吃東西的 那那些食物 那那些食物在哪裡來的呢 那那些食物就是 我們平時吃東西 留在牙齒裡面的 那些渣子 就是剩下我們那些食物 然後把牙齒吞了 那當然有些食物 藏在牙齒 有些藏在牙齒 那如果沒有 即刻去刷牙 那就會留在牙齒 那些細菌又可以 用來開餐 那你吃東西 可以有吃東西 很開心 但是他們有 那 那那些食物 就自然 那些細菌 反應得快的數量 有多一點 那 那 我們懂得擦牙 懂得擦牙 擦牙 擦了一些細菌 就擦了一些好東西 然後把牙齒放進去 然後把牙齒放進去 那細菌很難才能在我們口裡住得舒服 對不對 那細菌也很聰明 那 你把牙齒放進去 我想過辦法 你先拿不進去 那你擦擦了它 就擦不進去 那最簡單 可以像喝 下雨打風 那放進去 那家屋遮一遮就舒服 那細菌也很聰明 第一 要懂得起屋 那細菌是起什麼 起牙石 原來牙石是細菌 例如你口裡的食物 渣渣 就會起一個防護罩 那樣 其實起了牙石 那它就躲著在牙石裡面 那牙石的大家都很硬 是不是 像你的牙齒 自己搶搶何 就住得很開心,開餐後就開餐 你塗牙後,又弄不走牙 就住在牙口裡,就住得很開心 所以現在我們去到牙醫場所洗牙 其實最主要就是幫牙齒洗掉牙石 你看到有個機器在那裡震碎牙齒 震碎牙齒,幫牙齒洗掉牙石 如果很久都沒有洗過牙齒就很濕 因為你連連定期都洗著牙齒,牙齒就沒有更濕 你越等得久,不會洗牙齒,牙齒就越濕 牙齒就越濕,洗牙齒就越辛苦 因為你畫醫有很大的施力,可以刮掉牙齒 這個牙齒就是這樣 然後黏著牙齒的牙齒 碰著牙肉,牙齒就快 很簡單,像你切菜一樣 切到手指,傷口的細菌進去 手指紅了,腫了,發炎 不一樣,牙齒就碰到牙齒 牙齒是細菌,會令牙齒發炎 發炎的時候會流血 開頭的時候就流下牙齒,腫了牙齒 發放種種,流下牙齒 開頭的時候也不會很痛 有些冷氣,流下牙齒,發放種種 像我們在中國所說的熱氣 西融熱氣 如果初期的牙齒,其實你洗乾了牙齒,刮了牙齒 就會燒了牙齒 但如果長時期發現牙齒開始收縮 和牙齒開始收縮 或者你簡單一點,其實如果真正 你回答牙齒,你可以用簡單的方法去記住 如果你看到那些髒的東西,你都不會碰它 它很髒,我不敢碰它 你的牙齒看到那些髒的東西,我都會縮 如果我碰到牙齒,我會發炎 你身體說,我碰到那些髒的東西 為什麼那些髒的東西會縮 其實身體的抵抗力 是一個防禦的內奸細胃的能力 原本碰到那些髒的東西 因為它縮了一點,碰不到那些髒的東西 它就沒有這麼做 所以其實你用牙齒的收縮 只不過你身體是一個保護自己的一個 你這樣想,會容易一些記憶 保護自己的一個方法 在那裡有牙齒,很髒,碰到外發的東西 我就縮了一點 好,謝謝